也许你觉得他们和你不一样 因为 你永远也搞不懂 他电脑屏幕上每天跳动 三万六千多次的数字 你这屏幕上都是什么呀 把你放上 喂 白头没有突破 我就六七八五空了失手 行 那一会再联系 好嘞 你不理解 他怎么可以整整七百三十天 都没在凌晨两点半前睡过觉 你等你睡不睡啊 再等会儿 你无法相信在过去一年 他居然拒绝了你52次逛街的邀请 我这会儿有点忙 你很无奈 他每天下午三点半前从未接过你的电话 你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决定要重新开始了 你觉得他幼稚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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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漠 不屑实际 甚至 不爱惜自己 其实 他们和你一样 也走在世界梦想的路上 他不在意你能否看懂他的能力 只在乎 你能否看到他的努力 他宁可自己困在两点半的深夜里咬牙继续 也不像你困在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摇摇无期 他拒绝了你无数次的邀请 奶奶的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猜是什么 就期待着给你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觉得他很孤独 但他的梦想 一点也不孤独 稳定盈利能力奖 他在失败中不断尝试 一次又一次 向更大的目标冲刺 妈我走啊 好快点啊 你儿子 整天可忙了 做什么工作的职业交易员 世界很大 他只是在你看不见的路上 向前走 对不起啊 我太忙了 知道你是交易员吗 世界很小 他会等你 在你看得见的 妈妈 下个路口 每个为梦想奴隶的人 都值得为认真对待 都值得为认真对待 今天这些年轻人 都值得来 那相当 你 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